欢迎您收看局势简报 如果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雄心壮志将遭受巨大的挫败 VOA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eorgia Meloni 在20国际团、G20峰会期间会晤中国总理李强 尽管意大利正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致使两国关系略生嫌隙 但是两人仍誓言要巩固和深化众议关系 进一步加强对话合作 2019年 深陷债务压力的意大利不顾美国的反对 执意加入一带一路 也是七大工业国组织G7 中唯一参与中国这项野心勃勃计划的国家 然而 梅洛尼去年在竞选期间 急称加入一带一路是巨大的错误 当选后 其所领导的右翼政府 更速度释放要退出的信号 上周访华的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安东尼奥 塔亚尼、Antonio Tosani 不久前才在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 如果对出口进行分析的话 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产生我们希望的结果 他还说 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将比一带一路倡议更有价值 李强和梅洛尼周六、9月9日在新德里首度会晤 众议两国政府在会后的声明均未提及一带一路 这项协议将于明年3月到期 意大利必须在今年12月之前正式退出该协议 否则将自动延长5年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李强向梅洛尼表示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义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也是两国更好发展的需要 明年是中义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方愿同一方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对话合作 共促发展繁荣 李强指出 双方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 中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 为一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创造更多机遇 希望一方为中国企业赋议投资新业 提供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一方在20国集团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捍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梅洛尼办公室则表示 这次会晤是两国政府首脑 首次直接接触的机会 并确认了巩固和深化罗马和北京 就重大双边和国际问题对话的共同意愿 意大利主要日报网游报 Corea della Sera周六报道 梅洛尼计划将一带一路倡议更新事宜 提交给意大利议会 以巩固其退出的决定 梅洛尼的保守派势力 在意大利议会占多数 法新社报道 梅洛尼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一些分析人士预计他届时会宣布终止该协议 但同时可能会推动其他现有的一中协议 中国宣布下个月在北京召开第三次一带一路峰会 如果意大利退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雄心壮志将遭受巨大的挫败 更令中国懊恼的是 欧盟 印度 沙特 阿联酋 美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伙伴 在新德里峰会期间签署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 明显是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表示 该走廊将为全球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增长提供新途径 香港的投资机构计划在年底开始资助项目 日经亚洲 香港投资公司HKIC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投资潜在项目 据投资推广署金融科技主管梁国庆表示 这家政府拥有的投资机构将直接从其79.1亿美元的资金中进行投资 但也将与其他40多个基金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 这些基金将进行直接投资 HKIC已确定金融科技 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和高端制造业为其四个主要投资领域 香港政府还在推广安全代币发行 中国的女性潮流引发社交媒体辩论 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场 关于一些女性穿着和行为被认为有利于婚姻的趋势的辩论 这种趋势包括化淡妆和穿着端妆的服装 源于一部名为灿烂的女子的热门聚集 一些女性网络红人在网上推广这种趋势引发了争议 批评者认为这种趋势阻碍了女性的独立性 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中国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反对这些角色 并倡导性别平等 这场辩论凸显了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持续斗争 中国第二大酒店运营商计划在疫情后扩大网络和利润率 首席财务官 南华早报 中国第二大酒店连锁运营商Hworld集团 计划通过其特许经营酒店战略在下层城市扩大其业务 该公司在2023年上半年实现了20亿元人民币和2.724亿美元的利润 预计全年收入将增长48%至52% Hworld计划今年开设1400家新酒店 并关闭650家老旧酒店 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 推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 南华早报 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 推出了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和一个新的Web3品牌 以扩展其在金融服务行业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能力 该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金融LLM 并将其用于升级智能理财和保险的面向消费者的智能金融助手致小宝 蚂蚁还推出了一个名为Zen的新的Web3品牌 目标市场为香港和海外市场 蚂蚁是中国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之一 正在开发LLM 以帮助中国在创新的ChatGPTV服务方面 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 希望中国支持其加入金砖国家合作组织 彭博社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表示希望 中国支持其加入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集团 马杜罗目前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他认为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可以加强金砖国家集团 并帮助委内瑞拉成为该集团的成员 因为委内瑞拉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 澳大利亚总理热衷于尽快签署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 路透社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对于今年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表示乐观 澳大利亚与欧盟之间的谈判今年早些时候遇到了阻碍 其中一个主要争议点是澳大利亚农产品如牛肉在欧洲市场的更大准入 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已经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讨论了这个问题 并计划与法国总统艾玛纽尔·马克龙讨论 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增加其牛肉、羊肉、卤制品和葡萄酒在欧盟市场的准入 目前这些产品面临关税和配额 与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帮助欧盟获得其绿色和数字转型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保守党代表通过有争议的社会政策 包括性别和疫苗问题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保守党在全国大会上确认了拒绝疫苗和为女性设立单性别空间等政策的权利 该党领袖皮埃尔·波利夫雷一直关注经济可负担性问题 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然而 该党的一些成员认为 讨论社会问题可能会分散对波利夫雷经济可负担性议程的关注 尽管如此 代表们还是投票支持了这些决议 其中包括拒绝疫苗的自由和权利 医疗治疗知情同意权 以及为女性设立单性别空间的权利 拜登的越南之行将推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接近水平 日经亚洲 预计美国总统乔·拜登对越南的访问将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的升级 此次访问的议程包括讨论技术、劳工和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 越南一直在努力改善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期望在于美国的潜在升级中获得贸易优惠和关税减免 然而 中国对越南的压力和其人权记录对潜在升级构成了障碍 越南正在成为帮助美国平衡中国的关键角色 中国希望到2025年拥有最多五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元宇宙公司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公布了一项发展国内元宇宙的行动计划 重点关注人工智能、AI、区块链和虚拟现实、VR技术 该计划由中国五个部委发布 旨在到2025年 培育三到五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元宇宙公司 并建立围绕这些技术的三到五个产业集群 该计划强调将元宇宙应用于家电、汽车和航空航天等各个行业 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成熟的面向工业应用的元宇宙 推动制造业的新增长 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区块链、VR、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 马尔代夫总统选举进入决选轮 德国之声 马尔代夫的总统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投票 因为现任总统伊布拉辛、索利赫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穆罕默德 穆伊兹在第一轮投票中都没有获得超过50%的选票 索利赫一直奉行印度优先政策,并与印度保持密切联系 但在竞选中落后于穆伊兹,后者主张印度滚出去,预计将与北京结盟 穆伊兹还承诺将撤除印度在马尔代夫的军事存在 第一轮的官方结果将于周日公布 华为的成功是美国应重新考虑其遏制政策的一个迹象 南华早报评论版 华为最近推出的新款智能手机Mate60 Pro在美国引起了惊讶和不安 这次低调的发布被视为中国在科技实力崛起方面的胜利 也是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失败 对于西方技术专家和美国安全官员来说 问题在于华为是如何开发驱动该设备的先进半导体技术的 因为这是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获取的技术 这次发布凸显了对全球科技发展和供应链分散化的担忧 以及需要修订美国政策的必要性 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可以依附于印度蓬勃发展的经济 Rishi Sunak表示 英国美日电讯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表示 英国脱欧将是英国受益于印度蓬勃发展的经济 苏纳克在首次访问印度期间发表讲话时表示 英国能够与印度等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能力 是他支持脱欧的原因之一 他还赞扬了印度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方面的重视 暗示英国可以向印度学习 英国正寻求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 尽管在酒精关税和仿制药生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英国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这名20多岁的男子据信与几位高级保守党议员有联系 其中包括那些能够接触机密信息的人 他曾与议员们一起从事国际政策工作 包括与北京的关系并持有议会通行证 这名嫌疑人于3月13日与另一名男子一起被逮捕 涉嫌从事间谍相关罪行 安全官员担心他在中国居住期间被招募 伦敦警察厅的反恐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英国下议院研究员因间谍罪名被逮捕 英国独立报 两名男子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而在英国根据官方机密法被逮捕 逮捕行动发生在3月13日 这两名男子目前已获得保释 参与其中的议会研究员与包括安全部长汤姆 图根哈特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丽西亚 基恩斯在内的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 这起逮捕行动在外交大臣詹姆斯 克莱福利访问北京一周后曝光 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去年的一份报告警告称 北京方面在英国的渗透行动大规模且具有攻击性 随着中国加强网络安全执法 小型企业感受到了压力的增加 南华早报 中国执法机构正在扩大监督全国网络安全法规遵守的努力 在最近的安全检查中 警告发给了镇江市的企业 这些企业提供无需实名注册的WiFi服务 同样 淮安市的一家足域店因为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存储敏感客户信息而受到警告 这些行动凸显了中国对企业处理个人数据方式的日益关注 并努力加强对网络安全的控制 北京还加强了其数据保护法律框架 并实施了要求企业定期进行个人数据合规审计的规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给大家看到 那么多个哪些人 我能发现 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自行的 是自行的 小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 我去哪些地方都可以通过 我真的有点 用那种 我真的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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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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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